我在施政報告中宣布了高端人才通行政計劃 将吸引国际创科领军人才 带同他们的企业和科研成果落户香港 科技人才入境计划会拆墙松绑 纳入更多新兴科技范畴 为引进先进制造业科技人才提供便利 我在施政报告中宣布设立100亿元的产学研一家计划 激励产学研的协作进一步推动 从一到N的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和产业发展 以创科推动香港再工业化 是提升香港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我们会继续与业界攜手推动更多高增值 高技术衡量的制造工序和生产线落户香港 使我们的经济更多元化 并且创造更多优质的就业机会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